《临人》《临人》 在印尼有一个教会是零恩派的 现在每一个礼拜六千人聚会 他们最多的一堂三千五百人 最少的一堂七百人 一天七次聚会 全部加钱六七千人还在增加 那里面有一个是我过去的修神 他不赞同归正神修 他比较赞同的是零恩派的神修 所以被吸引 被拉去 这个也是归正神修毕业的 他在我们这里讲的 表示不是一样的 很多人以为就是一样的 那我问他们 你们那边聚会 讲到多少时间 十分钟 我说一堂道讲十分钟讲什么 你知道现在人很忙啊 现在人生活那么忙碌 来做礼拜一个钟头 唱诗大概二十五分钟 还有报告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诗班还有其他的节目 结果趁下了十分钟做讲道 就不错了 至少还有讲一些道 我说十分钟会讲什么道 读经长的一章就读完了 他们说什么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为了吸引人来 我们就不要用太多言论 使人打开睡 他的观念是这样的 所以我每一次讲到超过一个钟头 经过了二十年信徒建立起来的 我今天站在这里很清楚 昨天我们聚会参加 我那一堂两千多人 听到注意的精神 注意的情形 跟你们今天注意一样的 这就是我的聚会的特点 我要人倾听 注目而听 安静而听 因为连安静听都没有达到的话 你叫他产生信是不可能的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